比如说你如果要用IP位置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按右键这边可以存取一下你自己的IP位置 你可以告诉别的同学你的IP位置 但是如果你要连进来的话 你就打这个IP位置 163,14,15,165 所以你就是把之前要写进来的IP位置 本来是localhost 你其实可以用取代的 假设localhost 你可以把它全部取代 成什么呢 假设Ctrl加H Ctrl加H就是取代嘛 然后你就把那个IP位置打 把它输入上去 163.14.15.165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取代一下 基本上就是把 少一个L OK 还好 OK 这个也是要小心 其实都是细节啦 其实你会发现我当分同学发现的错误 大概我发现八成都是不小心 少部分是因为可能观念不清楚 还是不太懂 再来就不熟练啦 所以其实如果都克服这些问题的话 我觉得其实做这些城市的工作也并没有很困难啦 但是前提就是要够细心啦 对不对 然后呢 要够沉着 要能够稳住啊 不然的话你可能真的会 当然大部分都没有问题的 可是只要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问题 对不对 你们应该如果回去有练习的话 应该就会有感觉 但是其实这也是个过程啦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其实这些好像都不是应该发生的 就是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这些都可以克服 还有呢 如果你犯了一次错误之后 记得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 不要再犯第二次 像我的习惯一定会把它拍照 一定会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把它写下来 像我写云端也是啊 我把它写云端好处是什么啊 我下一次啊 我只要回头看一下 比如说远端连线我不会了 没关系啊 我以前做过我忘了没有关系啊 我就回头看一下我就会了嘛 所以我就尽量把它忘掉 没有关系 我看一下我就会了嘛 那干嘛把它塞在脑袋里面 对你脑袋有那么大的空间嘛 对不对 即便有啦也很累好不好 其实以前会觉得会很容易疲倦 是因为你塞了很多不应该塞进来的东西 那那些应该放哪里 放在你一个很好找到的地方 那我自己习惯是放云端 为什么 因为一打开 手机要打开也很简单 然后打开云端 那个Google Drive 有没有 那个云端硬碟的App 打开我也可以看到一样的画面啊 所以我要备课的时候 我打开我就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而且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很熟悉嘛 然后呢 里面的话该怎么做 第一个答案特别重要 实用者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这个database 这边实用者你记得 你将来写程式的时候 可能第一个 我把这个取代一下 IP位置可能要取代 OK 取代完第一个 所以你待会也许可以两两互相同学 互相 就是你也许建一个database给他 你不要用一样的 比如你问题2 2-1 2-2 反正你有给 或者是底线可以什么一个名称就对了 第二个的话呢 你写程式给人家 其实最怕是你把路程的权限也给他了 因为以后如果你假设你也open source Source也给他的话 那他也会知道你的管理者的帐号密码 其实这个是最大的禁忌 因为一个server最怕是把通通管理者的权限都给人家了 那你可能你的灾难才是开始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不能让大家 怎么办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如果要开启一个权限给他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在这个使用者里面 新增一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的话 记得 加一个spirit test 假设 你假设要给另外一个人 你可以给他其他名称 然后呢 主机位置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localhost 只能连自己 不能连外部 所以刚刚特别强调不用localhost 因为你其他电脑也连不上 所以呢 你任意主机指的是任何一台IP位置 都可以互相连结 所以这边有一个person person我记得意思是应该是所有的 类似像start 所有的主机都可以连线 然后密码也给一下 然后你就另外呢 底下还有权限 就是说你给他一个账号密码 另外你要给他什么权限呢 理论上你可以全选 我这边是全选 不过你还可以再区分 所以他如果唯独的话 只能slate 不能insert into 等等的你也可以设定权限 那设定的方法我们来做一下好了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在home回到首页 之后的话呢 有没有 有一个使用者嘛 那我刚刚讲的里面目前有root 那你可以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什么呢 这边可以给一个test 然后所有的主机都可以 密码的话一样给1234好了 这样比较简单 类似的话呢 然后再来的话 密码可以产生 等一下 这边全选一下好了 当然未来如果你不要让人家可以删除 不过你担心如果以后他做你table 你可以把这个打勾取消 他就不能够删掉table 诸如此类的 我们全选好了 最后按一个执行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已经新增一个 有没有 test 所以你可以从别台 写到这边 你可以跟他讲说 那你将来 你就用那一个账号 那个账号里面就不要root 你可以用test 有没有 然后改一下 所以你刚刚那个也可以这样 就是Ctrl加H 然后这边的话呢 给他改成test 这样子 然后取代 慢慢取代好了 比较安全 OK好 取代完了 有三个地方 取代完之后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run一下 如果你取代完之后呢 也可以全部新增 那应该就没错了 来试一下 新增 可不可以跑完了 全部跑完 那表示你刚刚用了test的权限 把资料写过去了 那所以你也可以 别台电脑也可以写到你那边去了 OK 然后 待会呢 我刚刚有提过了 就是说 除了 我把它先删掉 除了说可以用这个方法 它呢 它又左下角会有几笔啦 可是不清楚 所以我这边弄了一个 新增全部 底线表单 这个表单指的就是说 它会秀出一个状态列 然后什么时候出现呢 就是当我按下去 它新增的时候 每一笔它更新一下 每一笔更新一下 所以它会这样子 有没有 然后什么时候关掉呢 就是当它已经全部新增完了 就自动关闭了 OK 这个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你需要让使用者等待的时候 你都可以怎么样 跳一个热东西出来 比如说你从网路上抓 捞data嘛 可是你要捞很多啊 你不可能说捞到什么时候 user也不知道 就只看到画面在闪动 那它会觉得说 这个是坏掉还是怎样 对不对 所以 你要 对它会一直 按按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有一个热东西的话 它就快了快了快了 即便跑很慢 它也会知道 跑这么慢 当然如果贴心一点 你可以给它预估时间 不过可能 你这个预估时间 就是要稍微再算一下 当然你这个 这个已经算够贴心了 OK 那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先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是把 我们的程式里面 VPA里面 的几个地方做修改 一 就是 Logos Logos 如果你要连别台的话 那请记得 查一下你的IP位置 那查IP位置 你可以从右下角这边 可以去开启 以太网络这边 让它网络可以看得到 第二个方法是 你可以按 那个window键加r 习惯上是打一个cmd 然后你可以打一个指令 以前都是用指令的 不过我怕你们这指令不熟 这个window键应该 这个window键加r指的是可以跳出那个命令 你知道没有 执行 cmd指的是跳出这一个 然后你可以打一个指令叫IP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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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Pconfig enter 也可以看到你的IP位置 以前都是这样做 不过后来发现好像从这边也可以 不过因为每个版本会有稍微不同 所以我两个方法都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把user部分不要用root 因为给人家root实在是很大的风险 我想没有人写程式的时候给录制 一般以前我们写是database server是另外一个team在管的 我们没有权限 他必须给我一组账号密码 而且他很多地方都设得很严格 你这个不行这个不行他都把你勾掉了 所以以后如果你自己可以管理的话 那你当然你这地方这边注意一下 那我这边的话呢 主要是从我们的这边home里面跳到什么呢 跳到这个叫使用者 然后你从这边去新增一个使用者 特别重要这步骤刚刚的动作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